二十分鐘 就一些民生相關的議題跟院長您就叫 那我覺得很多人對我們內閣有很多的期許 當然是選民都會有 那我個人也一樣 那在最近很多的基層的聲音 就是說每個長什麼都長什麼都長 包括颱風來青菜長什麼等等的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是我們政府應該要去特別去 就是105年我們的公告地價 我們公告地價三年調漲一次 但這是105年的公告地價一次調漲了三成 這個全國呢 調漲了30.54% 這當然我們也知道 因為土地的價值跟我們公告地價盡量拉近 這我們都認同 不過這個公告地價如果調漲之後呢 我們的公告限制我們也跟著漲 我們的土地稅房屋稅什麼什麼的 都會跟著一起漲 那我們全國啦我們的中低收入戶 我們現在目前的戶數呢 大概有22萬1千多戶 不過如果呢 經過這一次的調漲呢 在各縣市當然它的 補助的標準不一 不過呢如果 如果以概括的來算 這個中低收入戶 它有自有住宅的呢 大概呢 低收入戶的裡面呢 有29.2% 中低收入戶有44.4% 那這樣子呢 總共受影響的戶數呢 有將近8萬的戶數 然後呢受影響的人數呢 有將近26萬人 那我在這邊 我要麻煩部長 跟院長 這個東西 我希望就是說 在全國這個啊 如果 因為公告地價的調漲之後 造成的他們 喪失中低收入戶的資格 對他們的生活影響非常的大 那我在這邊 能不能請院長 部長 對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提出補救的方法嗎 跟委員來說明一下 確實 合理的去反應地價 那能夠 也確實對於土地的合理利用 避免投機 土地的投機有它的積極的作用 那但是也必須注意到它的衝擊 以我們現在了解到 大概平均 對一般家戶 因為最近各縣市政府調高的 調高的這個公告地價 所造成的衝擊 平均每戶大概增加三百元左右 大概三百塊 那確實是 比起以前幾年 確實比較沒有調漲 這一次幅度算大 但是這個幅度也不算 真正換算成實際的也不算 那麼那麼的龐大 那但是這裡面還有 另外一些連帶性的作為 還是可以做的 就是 也考慮到說這個 不是 部長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 他調高的公告地 他要增加的稅有多少 是他的土地 他的房屋的價值就增高了 他就上市了中低收入戶的資格 我要講的重點是在這裡 那就這個部分當然是 我們當然是連帶思考 連帶思考只是 就為他的影響的程度 我們現在有具體的作為了嗎 我們還沒有 在這方面還沒有一些 具體的政策行動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在這邊 替這些中低收入戶的人 我要替他們懇請院長 部長 我們是不是 能夠把土地 這個公告地價的 這個跟他們的補助脫鉤 他在一百零五年前 他現在他既有的中低收入戶 我們不應該因為政府 調漲這些公告地價這些 而讓他們喪失 他們被補助的資格 我們能不能照顧這些人 可以嗎 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不瞭解這個狀況 是不是 這就牽涉了中低收入戶的 認定標準的問題 是不是要因為這樣子 有所調整 那是不是我們請任務 研究一下看看 院長跟部長 我跟您報告 以我的經驗 這一個部分 其實各縣市 他們都可以制定標準 那其實我們行政院 我認為也應該可以 這個其實不用更改法令 你只要有一個機制 讓他們確保 他們既有的身份 不因這次的公告地價的調漲而喪失 就是你原來可以領取的 你沒有你的房屋的戶數不增加 你還是用原有資格的 你繼續去保持就好了 其實這個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動作 只要我們願意的話 馬上可以做 我在新北市的時候 我們也有要求過 他回縮到民國95年 然後讓更多的 中低收入戶 能夠受到 不因這個地價的調漲 受到衝擊 其實這是可以做的 我懂你的意思 這個主要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今年呢 明年是不是也是繼續 所以他覺得 那是還是說 只有一年 這都牽到比較大的問題 院長你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說 你在105年以前 我們公告地價調漲之前 原來他都有中低收入戶的人 不要受影響而已 之後的 那當然是另外的 那個標準不一樣了 之後的還是要按照 還是要把低價因素放進來嗎 對對對對對 因為你 你現在如果有的中低收入 他既有的 你不應該剝奪他 那他後來 他如果有再購買房子 那表示他有能力啊 對不對 那你既有的 不應該因為這樣 而受到衝擊 這全國十幾萬人 這只要接到 這樣好不好 那個張委員 你剛剛講的想法 我們是不是請 內政部研究之後 一個禮拜之內給你回覆 他們是不是可以 看看院長 看一個制度變革 在這邊答應是 他會有思慮不周的地方 好 那原則上就是要盡量給他們 適度的保障 或合理的保障 或一個緩衝器的保障 那麼這個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選擇 好不好 好 文雲跟對院長這樣 我們來演繹一下 再跟你報告 好 我替這十幾萬人 拜託你們 不然這些人 馬上生活斷摧 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 謝謝 那 好 來院長你請坐 好 好 來 好 好 其實 那 好 我記得 好 好 其實呢 那如果普悠瑪呢 他往東部一天是18個班次 假日是20個班次 那其實他的班次看起來好像不少 可是呢 我在這邊一個數據 跟院長您報告 太魯閣呢 我們買了8組的列車 那平常日呢 只發車4個車次 連續假日呢 只有發車7個車次 普悠瑪19組 平常日18個車次 然後連續假日20個車次 不過 他的平均每日的使用時數呢 是9個多小時而已 我不知道部長您認為這樣子的使用率合理嗎 對不起 這個資料剛才您這樣子 我還沒有完全掌握 不過聽起來似乎是不盡合理 我要點出的這個就是說 花了這麼多錢 買了這麼多車 結果給他放在那邊不用 然後再跟我們民眾講說一票難求 這個非常簡單的處理方式 我們只要增加他的使用率 多開幾班列車 把他班次密集一點 就可以解決整個東部 或者我們西部幹線也可以輸減 可以避免一票難求的狀況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比較多的地方 那兩步是要收費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建議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大家會有一個很大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他的 我懂部長您說的意思,可是我說真的,全台灣現在都鬆軌化了,你去參考看日本的班次怎麼密集,日本坐得到台灣沒有要求的, 沒有理由做不到,那些你剛剛說的都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你只要克服技術性的問題,你把這些買的車這麼多,放在車庫裡面,每天沒有在用,這樣子浪費名子名高之外,也造成一票難求,我要跟部長講,技術性的問題,我認為都可以克服,完全同意,完全同意,那我能不能麻煩部長,這一個部分,你們可以,比如說兩個月,三個月, 檢討,我們檢討完之後,我們一天台灣可以多出多少車票,讓這些買得到車票的人,要買車票的人,認為以後我們買票方便,他只要買到一次車票方便,就會認為你這個部長,這個院長,有想到他們,有把事情做好, 我們兩個月之內一定來做檢討,順便也跟您報告一下,過去太強調,車速,可是其實他真正的問題就像您講,是路線的容量,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朝這個方向做調整, 這個我拜託,反正給你們兩個月的時間,你們去把它用出來,我相信,以我手頭上的數據,我如果是台鐵局的局長,我認為我應該可以增加一半以上的座位量出來啊,不可能沒有的啊,全世界的飛機有看到哪一台是停在那邊,對不對,然後我去調查人家日本的火車的使用率,沒有我們這麼低的啦, 一部列車一天使用九個多小時,其他的都放在他那邊,而且更離譜的是,有的列車是一整天都不用耶,一個禮拜只用個幾次而已,花了那麼多錢,然後再來跟民眾說沒有車票,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政府該作為而沒有作為啊,所以這一點我要拜託,院長你要責成部長,然後請他們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不知道可不可以, 好的,我想我們去照剛剛的課程部長承諾,就兩個月之內,我們來檢討一下,那個有關的這個,這個路的容量是不是可以做得更有效率, 好,好,謝謝,院長你請坐啦,你不要一直站著,我相信今天應該有很多人啊,問到兆豐,問到樂森,那我今天我在這邊啊,我是另外一個角度啦,我來, 好,救責的部分當然救責,那我們應該要避免齁,這個情況再發生啊,不能再有其他一家銀行,再發生這種問題,好,那而且啊,你看喔,我們啊,我們以樂森案這個例子來說啦,齁,我們現在齁,證券不法案件之團體訴訟,到104年底啊,齁,還有96件,有9萬6千餘民投資者齁,他在齁,實施齁,民視球場, 他總求償金額高達379億元,那就可以,可以看得出來,從以前到現在,我們台灣的所有這些啊,我們說的這些金融制度啊,其實都有很多的漏洞可循啊,那我在這邊啊,我是希望說啊,透過這一次的啊,我們一些的啊, 啊,財經部會的的改組齁,能夠把這些,該補的洞把它補起來,然後不要再有情,這種情況發生了,齁,因為我覺得啊,一般的民眾,是信任政府,信任政府說可以的,他們就去做, 像樂森這一次,你轉換的公司在,一個公司資本的才多少而已,他的發行科轉換公司在,那個金額等於他的資本額了,而且呢,還可以把這些,轉換要,要,他購買公債是到國外去投資, 當然,現在的制度是申報制而已,可是我覺得,政府的把關啊,應該再嚴格一點,我在這邊啊,向院長啊,拜託,就是說,能夠把這個制度啊,能夠把它補起來,嗯,好的,我想那個,儘管會已經針對這個,有關的這個,就是,嗯,這個部分有做一些,嗯,這個改變和檢討啦,那麼,至於說是這個公開收購啊,那麼, 要維持申報制這個部分,我想是,可能是國際間,應該是,都是通行的做法,只是說在申報過程中,還是要一定的擔保,或一定的這個保障,那這部分,我的了解,儘管會已經把它的這個檢討已經提出來了,啊,那麼,嗯,我們希望,就是說,嗯,未來,嗯,就是,當然就說,這個,這個,這個集中市場交易裡面,啊,其實確實有很多的,呃,也許是管理上的經驗,啊,要慢慢去累積,那我們希望這個部,這次教訓呢,能夠讓以後,這個類似的這種案件不會再發生,好, 院長,我舉了這幾個,看似不大相關,但是都是跟民生相關,跟民眾齁,息息相關的事情,好,我覺得,把民眾的事情解決,然後,我相信民眾的對我們這個支持度就會越高, 好,你想想看,如果我們把車票問題解決,以前買不到車票的人,現在都買到車票,他如果接到民調電話,一定馬上可以感受到,這個政府的作為,把政府的小,人民的小事情,當成大事來做的話,我相信,讓人民才會馬上有感,啦,齁,是的,謝謝,我們會努力, 請問,請問,那大家 reasons,你這是不是 söyleye之前的,請問,這是我們靈 tarde…… 我是拍攝廣 ballet的,你要不客人嗎? 於是我撒毫你的,也是我不客人嗎? 我覺得你們在這裡。 然後到現在呢 也都還沒有動 那我麻煩請一下部長你看一下 我們上面的這個 你看 整個新北市大型表演場地 台南 桃園 台北 台中 高雄都有 都有好幾個 新北市是零 新北市是零喔 中型表演場地 新北市在整個六都裡面 也是最少喔 只有三個 甚至專業的美術館也是零 我在這邊啊 我要替我們板橋的鄉親 然後我們新北市的市民 麻煩一下替他們請願 這一個案子我認為不能再拖了 做跟不做 要做多少 總是要給人民一個交代啦 我總認為應該要不能再拖了 部長 不知道您的看法 報告委員 新北市需要一個表演中心 這樣的文化設施 我想這個大目標方向 我們是認同的也不變 這是多年來 一直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地方的期待 那目前呢 現在現行的計畫 是在103年6月來合定說 由這個政府不出資的方式 以BOT的方式來推動 那委由新北市政府來代辦BOT 那我上任之後呢 這個因為有新版的促參法上面規定說 在招商前必須再召開公聽會 那我們也召開兩度公聽會 那麼發現說社會各界對於現行的這個規劃案 其實還有很多的這個不同的意見 包括地方的民意喔 那所以也希望說我們再就現行計畫 再做檢討並廣真民意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 就這個計畫來進行修改 因為包括社會是不是有 有些意見認為說 裡面有七成是這個商業設施 然後以及原來的計畫 是不是有考量到附近交通容量等等 然後以及其他的需求 所以我想我們會本於說 新北市需要文化設施 那希望計畫是回歸文化為主要的目標 那麼再做計畫的重新思考 希望盡速能夠把計畫提出來 好我很感謝部長 回歸文化的思考 不要太多的那些設施 我們也不需要 那能不能再說 你看我們新北市的表演場地這麼少 那我們舊有的一些場地 是不是能夠給我們一些 簡單的維護更新 不然新北市的市民是完全低人一等 是 因為除了既有的大型文化設施的興建 其實文化部有相當鼓勵說 既有的這個文化場館表演場館 那個舊的我們能夠盤點 然後來協助地方政府營養設備升級 讓這個場館更多元化 那麼在地化符合區域的需求 那麼場館間也可以進行這個管計的合作 跟串聯 那麼整體帶動地方藝文的發展 所以目前我們有 協助地方場館升級計畫 以及媒合藝文團體進駐的計畫 我們會全力來協助地方政府 從地方推動藝文雜根 好 謝謝 好 那我最後的時間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那個唐正文 主持人說 如果他因為不瞭解我們的行政機關的一些做法 會被綁架 我只是要提醒他這一點 好 謝謝張委員的提醒 我們一定會也特別注意 我想政府部門本來確實是有很多官僚體制在 這也是政府部門龐大的必然的結果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因為唐真偉近來 能夠對我們整個政府部門的效率 以及跟民間的一些接洽或接觸 能夠做得更好 那這個是我們期待的 我們也相信他可以做得到 好 謝謝院長 那我剛剛所跟您提出救教的 我們溝通意見那幾個 我希望院長拜託一下 解決我們弱勢中低收入戶的問題 解決我們買車票的問題 接下來請蕭美琴委員質詢 巡打時間為30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請院長 請林副院長 請林院長 小委員好 院長你請坐 本來蔡副院長想要體貼換成林副院長上來 但是我也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還是有很多我們相對弱勢的花東地區 許多的問題 希望院長能夠多加關注 那可以請院長請坐 好 首先大家都很關切 我們現在的觀光困境 那麼在花蓮 因為缺乏許多其他的傳統產業 或者是其他就業人數 比較多的這些產業 所以觀光服務業 它從業人口的比例相對是非常高的 那不管我們對於過去依賴陸客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 喜歡不喜歡 但是現實就是有許多的旅館 或者是藝品店 它的員工人數非常的多 那所以也因為最近陸客的人數減少而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要協助這些觀光產業的從業人員 以及相關的觀光型態的轉型 讓從業人員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 是刻不容緩 一定要更加速來進行的 那我注意到我們行政院有宣布一些 這個短期的方案 例如說要刺激國內的國內旅遊 消費 那另外當然中長期 我們希望能夠讓我們的觀光客源更多元 那素質能夠加以提升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 從短期的國旅方案來講 分兩種 一種就是一般的個別的旅客 以及自由行的 那另外就是團體的客人 那就國旅來講 目前政府對於公務人員有所謂的國民旅遊卡 那現在也寄出了一些優惠 尤其是對台東重災地區 那我們希望其他的對於觀光產業最近影響比較大的這些地區 也能夠納入相關的優惠方案 但是我們更期待的就是不只是公務人員有這個國旅卡的相關優惠 而是其他的國人也可以開發一個類似的國旅卡概念 也就是像現在很多百貨公司有買簽送百 也就是只要他願意消費到一定的額度 我們也給予一些優惠的補助 讓這些現在觀光產業界影響比較大的這些縣市 能夠有激勵更多民眾來旅遊消費的一個誘因 那是不是這個能夠納入考量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曾經您也指教過 那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就在所謂的這個國旅方案裡面 有很多比較多樣的做法 有些是直接補助旅行團 有些是針對他們的屬性 那有些我們就是把它當成他的行為上的累積 紅利這些方式 我們會來鼓勵 包括像現在使用 假如說是使用這個電子票證的話 他的這個消費就會得到一些驗證跟這個基點 我想這些部分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剛剛提到的這個用紅利來作為一個誘因 鼓勵消費 鼓勵到在觀光產業界裡面的一個旅遊跟消費行為 我希望能夠盡速的來做一些研引 而不只是局限於現有的國民旅遊卡的使用者 那除了這個個別的使用者之外 剛剛部長也提到這個團體課 那現在有一個補貼旅行社的一個鼓勵的措施 但是我們有許多的團課 我自己也很積極 像什麼各種的社團 福倫社 同鄉會 各個機關團體 甚至是國慶日歸國的僑胞 一直希望鼓勵他們到花蓮來旅遊 但是到最後大家還是碰到一個最大的困境 就是交通的困境 想來而來不了 第一個就是蘇花公路依然落實不斷 大家沒有信心 擔心危險 所以遊覽車不願意來走這個蘇花公路 這個是對團客沒有辦法來到東部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那第二個就是想要改搭火車就是買不到車票 那我們個別返鄉的人一票都很難買了 更何況是這些團體旅遊 那就變成到最後他們可能是放棄到花蓮來旅遊 因為沒有交通工具而放棄 然後改到西部其他有高鐵或者是公路 可以通行的地區來做這個旅遊的選項 那這樣子間接當中我們花蓮又失去了很多可以振興觀光的機會 那像最近我看行政院提出許多數據 也就是說路客減少了 但是其他國家的旅客增加了 像韓國人啊日本團啊其他的人數增加 但是我們並沒有感受到這些人到台北以外的地區 那我相信交通是一個很大的困境 我最近也接到許多的陳情 例如說韓國人現在喜歡到花蓮來旅遊 可是因為買不到票買不到車票 或者是他不願意搭乘過去路客 台鐵所提供給路客的這個所謂的路客專車 因為路客專車都是以復興號 或者是一些很舊比較破爛的這些車廂為主 那對於整體觀光品質要求比較高的日韓旅客來講 他們是無法接受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有更積極的改善的作為 那我也相信政府是有責任來提升 國內的基礎交通建設 讓國內外的民眾和觀光客 都能夠安全抵達他想去的地方 那蔡英文總統也承諾 政府會優先改善東部的交通 所以接下來我想針對我們一些具體的重大的交通建設事項 來救教院長跟部長 委員是不是先跟您說明一下 關於剛才說鐵路的班次 包括一票難求這個情況 剛才前面我們也有指教過 我們最近在中秋節前後檢討班次 還有包括台鐵這邊他們希望適當的休假 所以我們確實把很多班次做調整 在過去比較是幫團客接駁的新程 到蘇澳這個部分的班次 現在就減少了 減少就是開一般的區間車 來增加我們這個大家到東部去的機會 但是確實它現在因為是區間車 有的車廂比較舊 那我們在這個吸引旅客部分 我們還不夠努力 這個部分但是班次的空間已經流出來了 我們會把這個地方繼續來改善 對是不是能夠針對我們現在新增 想要diversify我們這個觀光客群的日韓 以及其他國家遊客的需求 來思考這個團體遊客 可以往來的這個交通需求 那盡量來擴大我們的能量 當然我也理解台鐵員工他們非常的辛苦 那也需要適當的休假 在人員可以增加跟補足的一個狀況之下 尤其是這個部分要請院長跟人事行政總局來協助 在台鐵人力的編制上能夠優先來考量 因為這是一個基本的人的交通 這個型的權益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班次無法增加是因為人力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是很快就能夠解決的 這個都在克服了 謝謝 好 那我想花東的重大交通建設 大家最關注的還是蘇花改的進程 那蘇花改有許多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員在參與 那我記得幾個月前我也跟著部長一起到古風隧道 在貫通的時候進去了解整個工程的進度 那也看到他們在這樣的一個辛苦的工作狀態 非常努力的希望蘇花改能夠如期完工 我個人是非常的感動 但是地方還是有許多的傳言 還有國民黨的黨主席洪秀柱 日前到花蓮去浮選的時候 對外宣稱說蘇花改已經全面停工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一些留言 我希望你們能夠很明確的來向我們所有的花蓮鄉親來說明 蘇花改到底有沒有全面停工的問題 對 我想確實有一些些我們因為文化遺址 我們在做一些調整 也在做一些評估 但是整個蘇花改我們的騎乘 還是按照全線108年來完成這個方向 絕不會因為有部分移植的這個整理呢 而嚴格整個蘇花改的全線通車 這段這個方向跟這個目標騎乘呢 是交通部絕不去悔改也必須努力的一個方向 好 這些都是已經核定的工程 那麼我們也希望它如期來完工 公路總局在9月23號的新聞稿裡面 有提到幾個完工的時程 那分別是106年年底 以及另外兩段在108年年底以前完工 那麼部長是不是能夠承諾 盡力的在這樣的一個時程裡面 讓我們的蘇花改能夠順利完成 是 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 在今年年底就會先有一段先通車 但是整條線是108年那個目標來完成 好 那如果涉及到相關遺址的處理上面 也希望行政院能夠更積極的協調文化部跟交通部 達到對遺址最小的破壞 也就是以工程需求的範圍內的最小破壞 那順利的讓我們整個蘇花改能夠完工 好不好 謝謝 那另外呢 就這個是花蓮往北的交通問題 那另外往南有這個花東的台九線相關的拓寬的工程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的感謝交通部 能夠接受我們的建議 從過去是一段一段的來逐段的改善 那現在是改成專案來匡列 那這個專案匡列我們也在下個年度的預算書看到有所呈現 也就是整個99億的一個專案的花東縱谷景觀大道 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做匡列 那我在這個地方要特別向交通部表達感謝 因為這是花蓮南區的民眾長期所期待的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工程不只是達到一個路的安全 它同時也能夠納入符合本土特色以及文化元素的一些 包括景觀 路數或者是其他的亮點的規劃 對 這個方向也是委員和地方人士的期待我們盡力來做 我們希望這個旅程本身就是一個體驗 不是說只是來去而已 所以我們想說既然在這邊花東縱谷已經成為這麼重要的台灣的 在東部特別是花蓮地區的觀光資源 我們不能辜負這個地方 我們的公路不能去破壞它之外 還應該變成是一個將得益章 所以我們朝這個景觀大道這個方向來規劃 一定會配合地方特色來做比較細緻的處理 好 那非常謝謝行政院已經核定 這個99億的相關的計畫 那除此之外當然公路以外 我們非常在乎的鐵路問題 那麼我們剛剛也非常謝謝張宏路委員 也一起關心我們東部車票的問題 那麼鐵路跟軌道運輸是最環保也最低碳的交通工具 但是一票難求的問題始終還是沒有克服 但是當然我要謝謝台鐵跟交通部接受我的建議 開始試辦廉價的實名制車票制度 讓戶籍設在花東的返鄉民眾 有優先搭乘加班車的這個權利 那但是還是不夠 很明顯的我們還是接到許多的陳情 許多的抱怨 所以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好意 這樣的一個心智 但是座位數還是不足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在長遠來講 相關的硬體建設還是需要同步的來進行 那我在這個行政院的下個年度預算書裡面 也看到北迴縣以及花東縣的改善經費裡面 各編了五千萬的這個綜合規劃費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重大的一個進展 那尤其是在北迴縣的改善跟增軌計畫 總預算一百零四億 在民國一百一十年前完成這樣的一個規劃 部長跟院長有沒有信心能夠順利來進行 我們一定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特別也跟委員報告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東部的這個所謂實名制 我們從最近的這個兩次連續假期的檢討以後 現在大家一方面做得比較熟練 再方面感覺民眾的需求這麼樣的陰切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決定把它常態化 就是我們凡是連續假期 我們就一定辦實名制 在我們的票務還沒有完全改善以前 以及也做這個專列或者專車的開通 那麼如果是我們是更長的這個假期的話 我們就更加多開專列或者專車把它常態化 那這樣子希望這個鄉親們 再一次錯過回家的機會的話 以後還有機會我們來做他們的好的服務 關於這個北迴的多軌和這個花東的雙軌 這件事情我想委員也曾經指教過 我個人也覺得說過去我們依照重大工程 都會有可行性和這個綜合規劃兩個階段 但是其實像特別是雙軌這個事情 大部分都是沿線去做適當的這個拓寬 它其實在這個整個環境跟它的需求上面也講 相對明確 所以我們今後辦理的方向 可能會把可行性跟綜合規劃並同來辦理 那如果在今年我們辦的進度順利 而這個預算有所不足的話 我們再向這個行政院再來爭取 看看是不是用動二的方式來追加 使這個進度能夠趕進 像這個方向我們是 花東雙軌和這個北迴的山軌 我們可能都會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我想這是一個好消息 那雖然還要等到好幾年才能夠完工 但是總是能夠加快它進行的進程 早一點開始 那現在的北迴縣的改善計畫 以及花東雙軌 這兩個重大的工程 這個現在都還在可行性評估最後的階段 我們希望在交通部完成之後 送到行政院院長也能夠盡速核定 以滿足我們東部對於整個鐵路問題的改善 一個非常非常迫切的期待 那雖然這個整體的工程還要數年後才能夠完成 但是我們希望院長能夠留名 也就是我們對於花東地區交通改善的承諾 院長開始積極的來面對 積極的來處理 積極的來改善 謝謝小委員我們一定會積極來處理 而且我們期待 就只要交通部這邊的規劃完成 這預算的部分我們都會 從優盡快地把它編列起來 好不好 謝謝 那麼在花東雙軌化的部分 那大部分花東之間的這個鐵軌 都是經過非常美麗的農村重古地區 但是在花蓮集安的部分 它是在市區 那這個市區我們算了總共有九個平交道 那我們其實也不得不擔心 一方面我們很期待未來火車能夠增班 在雙軌建設完成之後能夠增加班次 但是有可能會造成市區的篩車問題 所以也要希望交通 這個交通部的台鐵局以及鐵工局 能夠考量花蓮集安段的高價化的這個可能性 那在綜合評估以及可行性評估的階段 一併納入這樣的一個評估跟考量 那麼因為這些平交道的問題 沒有辦法克服的話 會造成市區的篩車 以及相關 畢竟班次密集 這個所衍生後續的問題 當然我知道 因為西部很多的縣市也在要求 這個鐵路立體化的這個相關建設 那我們也理解它所涉及的工程費用 是更為龐大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用更創意的方式 用空間來創造更多的價值 以支應工程費用 是不是能夠考量 用現有這個鐵軌可能要經過 如果要立體化的話 就交通用地或者是鐵路用地的法規 予以鬆綁 讓我們高價化的這個鐵軌下方的空間 能夠做更活用 更有效的運用 因為畢竟是經過一些都會 這個黃金地段 那我們看到軌道建設特別發達的 英國跟日本 都非常有效的善用 這個高價底下的空間 像我們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在英國底下有做成 店家或者是啤酒廠 甚至是這個汽車工廠 比較不怕炒的話 不怕這個鐵路從上方經過的話 其實是有這些可以活用的方案 那日本更是在它下方空間的運用上面 也做了非常具有附加價值 以及跨越價值使用的一些模式 那如果我們在相關法規可以鬆綁 允許的話 這些所帶來的價值 可以來支應一部分 這個高價化所需要的工程經費 同時讓民眾在要路過這個鐵道的民眾 不必面臨到可能會有平交道 所衍生的相關的危險 或者是塞車等待的相關的問題 我想這個有關花蓮道集安 這個立體化這個部分 當然在工程上面 我們先來做評估跟做一些了解專探 那必要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來協調相關的這個政府單位 看看說在活用上面有什麼法令上該去突破 那另外我想委員也有注意到 我們應該在這個月 這個台中的高價就會來通車 那麼也就是可以從台中的經驗裡面 看看說怎麼樣的把這個高價化下面這個空間 如何活用 不管是法令上的或者招商上面 我們來把這些經驗逐漸累積 也能夠看看怎麼樣有機會造福到花蓮 如果工程上是可行的話 我想許多目前台灣的各種軌道高價的下方 大部分頂多是拿來做停車場 或者是公園開放空間之用 但是它並沒有創造附加的這個 可以挹注我們工程費用的這個商業價值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來考量 未必是全線都拿來運用 但是至少一部分的空間是可以創造出新的價值 這也是英國跟日本都已經有案可詢 也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 那另外我也要再詢問院長 這是在第一次總質詢的時候也請教過 但是當時院長剛上任 所以我還要再問一次 新政府所提的這個五大創新產業的計劃裡面 花蓮在哪裡 因為在後續不管是國發會 或者是經濟部所提出的各項產業規劃當中 還是沒有看到東部的角色 那當時幾個月前的質詢裡面 院長也承諾說還有除了五大創新產業之外 還有這個新農業 這個新農業我們稍後再講 我們現在就這五大的產業裡面來談 我們東部是不是也有可以參與這些創新產業的機會呢 好的 我想其實我要先說明一下 五大創新產業雖然它是有一些據點 但是實際上它的影響我們是希望它是全面性的 也就不管任何地方 它都可以得到這方面的好處 比如講說我們講的這個再生人員 其實我相信花東那個地方也是有機會的 好 那麼另外就是譬如講說是這個 就是新創產業 我相信花東那邊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並不是說只限於 比如講說小舟系 我覺得一定只有在桃園 不是的 其實它全台灣都會有影響 那麼當然剛剛您提到那個五大創新產業之外 其實有一些這個重要產業 原始上我們是希望能夠讓每個地區 都能夠發展它的產業特色 這個部分呢 花林因為 花東地區因為它農業非常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有一些琢磨 至於細節部分 也許可以國發會陳主委 可以做得更清楚一點 那在這五大創新產業裡面 我想花蓮有意願又有能力參與的 包括這個新能源的產業 那不只是現在我看到台糖等相關的國營企業 也在規劃一些循環經濟模式 但是同時我們更希望在綠能產業當中 過去有一項試辦計畫 已經在東華大學以及花蓮在地的一些產業 大家合作底下 開始有一些這個可以發展的機會跟模式 那接下來我要放一個比較 一分鐘的短片希望來分享 我們希望在綠能產業裡面 台灣能夠走的方向 而花蓮在當中也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目前台灣機車總數 余有1500萬輛 為全球機車命令最豪華 局面有發展 你看那個中華是這樣的錢 不過那個low pressure那個不能做 那個公司已經弄了台灣差不多 我們這50億所謂的錢 亞太燃料電池 所以可能要另外想個辦法來做 就是那個亞太燃料電池 它那個low pressure的那一款 就是這家公司 有問題啊 亞太燃料電池 它已經用掉了政府大概10億左右 那是前這麼多年來 所以 輕人我們去查一下 但是有些其他方法可以做 就可能不要否定那個 但是 我們再想辦法做一做 它那個是low 中低壓 所以它其實 那個效率不好 是 那 剛剛 是 針對我們希望台灣可以就 全世界 正在極力發展的 氫能源 產業 因為它是相對的一個乾淨能源 燃燒之後成為水 那對於台灣有許多的機車 每天在排放的這個污染跟廢氣 我們如果可以就 輕能源的契機來善用的話 可以對台灣 長期來講 不管是環境的改善 或者是新產業的發展 以及出口外銷 創造在其他國家重大市場的機會 都能夠有正面的貢獻 那麼 我們看到美國 日本 都非常積極的在發展 這個氫能源 那他們的技術 多是用於汽車上面 像日本的未來車 我們看到安倍首相 以及剛剛當選日本東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 都非常積極的在政策上面 在國家預算的支應上面 積極的在補貼跟開發這個領域的產業 相對於這些歐美國家在汽車的技術 是比較成熟 競爭力也比較高 那在台灣 我們可以試著用機車 以及低壓除氫罐的概念 那事實上 我們在技術跟應用上面 已經有開發出 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的 這個範例所在 那在前幾年東華大學 以及相關的燃料電池公司 還有在花蓮大家非常知名熟悉的 中華紫薑公司 利用工業廢氣 所排放的這個 這個製紙過程當中所排放的廢氣 來製成氫燃料電池 而我們的數據也顯示 它一年所產生的這個廢氣 能夠足以有450公噸的氫氣 可以支應5萬輛機車來使用 這個當然在台灣整體 一千多萬輛的機車來講 是非常小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逐步來改善 尤其是可以將東部納入一個 輕能源的示範區 用這樣的一個產業 產生一個連帶的 包括觀光參訪 以及綠能科技的一個展示場 我相信對於花蓮的一個地方產業 綠能科技 參與我們所謂的五道創新產業 應該也是非常正面的 那院長願不願意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示範地區 將它設置在花蓮的計畫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請經濟部 來就這個部分 來作為它的可行性的評估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來推動 好不好 請理部長來說明 是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昨天有再送能源局的同仁 到中華紫江去 等於是您提到了4500噸的這個氫氣 因為他們現在是拿這個氫氣 在做燃燒用 所以那部分這個資料 這兩天他們彙整之後 會跟我報告 那我們把它彙整之後 再來看怎麼樣子 來處理這部分的工夫 昨天能源局去了解的時候 我也在場 那麼應該是還有餘青 而且地方所有的產業願意來配合 這樣的一個示範計畫 那我們希望能夠促成 讓花蓮不只是觀光跟農業的一個地方 它也有一些新科技 新綠能 新產業的契機 那這個是可以翻轉地方產業的機會 所以希望能夠用更積極的態度來考量 那麼除了這個產業發展之外 農業還是在東部地區非常重要的 那麼院長所提出的新農業的概念 那我其實多年來已經多次質詢 院長你的前任的三任院長 從毛治國院長張善政到現在 我多次的質詢跟關注 希望能夠爭取到花蓮納入這個新農業 尤其是區域型的加工設施的一個建制的場域 因為東部缺乏這樣的加工機會 我們許多的小農必須把他的產品 用高額的運費送到西部去加工之後 西部合法登記的工廠加工之後再送回來 因為畢竟國人現在對食安的要求標準很高 希望是在合法的 而且乾淨的這些工廠裡面來進行加工 那東部現在是完全缺乏這樣的一個區域型的設施 期待個別的小農去投資去興建 因為他的經濟規模不夠也做不起來 所以只能仰賴不斷的將我們的農產品送到西部去 本意是要提升他的附加價值 在二級產業加工之後的附加價值 但是結果卻是還要賠上高額的交通跟運輸費用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農委會能夠納入 將花蓮納入一個區域型的 那結合我們的國營事業 例如說台唐 現在在東部有許多的土地 也有過去的閒置的廠房 希望能夠結合這些既有的資源 來促成在東部可以有區域規模的加工設施 讓農民以後他的產品要代工 要加工可以直接在地 來進行這個產業升級到二級 甚至往後再結合三級的觀光 以及其他的旅遊產業 提升我們整體農業的附加價值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請曹主委先來回覆好嗎 好 委員 農委會跟台唐一拍集合 因為我們要推動循環經濟 那麼新農業一定要善盡在地的產值 而不是只有初級農業 那麼這個循環經濟 是把一級產業是一個基礎 它可以農產品的加工到 很多種不同的價值的層面 那麼這個有機會 我們希望在經濟委員會裡頭 很完整的報告這個面向 好 那我們希望主委剛剛談到的這個概念 就是提升它各種層面的附加價值 也能夠用於東部 不要把我們漏掉 因為目前看到農委會的規劃計畫當中的六個示範點 是沒有包含花蓮的 對 目前是沒有包含花蓮 但是最近我們跟慈濟要合作 在一個貨櫃屋當中 來生產高價值的巴西蘑菇 我們是需要一起包含 合作者們的部分 在建築領執時 都會不會 championships 請會後曹主委再跟蕭委員做說明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質詢 請尋打時間為30分鐘 主席有請委員長 請委員長 吳智陽委員好 委員長好辛苦了 沒問題謝謝 記不記得上會期我有兩次的質詢 提供很多的意見給您 是的 其中包括一個叫做 我記得那時候 你似乎不以為然 還說 國旅卡是一個失敗的政策 可是才相隔沒多久 我看到媒體有報導 一樣這個idea 陳明文委員提出一樣的idea 我們國發會的陳主委卻說 這個想法很新穎很有趣 然後我們又看到 國發會為了振興國內的觀光景氣 決定要把國民旅遊卡 續辦到2020年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討論國旅卡 我只是跟院長講 為什麼同樣一個idea 我的好像 人家講說被秒拒絕 他那個就是好idea 怎麼可以這樣因人廢人呢 你那時候我記得 吳委員那時候跟我提到的是 講的是公務員的國民旅遊卡 那個確實是一個很失敗的類似 因為那個國民旅遊卡 其實都變成了 我是說因為有週休二日 我想說把這個概念 推到勞工那邊 他們是不是有類似的概念 但如果說是又給什麼 給他什麼一萬塊錢補助 然後叫他去消費 那個是失敗的 我現在還不太清楚 他們現在新的規劃什麼 院長我時間有限 我只要跟你提醒 本席算是在野黨的立委 我是 不會 每一個政策我是 為了聲明立命 我去想了很久 謝謝 給你的建議 所以請你 對在野黨立委提出的政策 請抱持一個比較謹慎 慎重 甚至欣賞的角度 當然我們只要是 對我們市政有幫助的 我們都會 會很 同樣一個這個概念 我想你現在 我今天要特別講的 還是跟勞工休假有關 因為我想這個問題 也困擾我們行政團隊非常久 而且昨天聽說 蔡英文總統 親自拍板了一些政策 昨天的政策好像是說 要把一例一休 方向是沒有變 但是名稱要改成 落實週休二日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一例一休就是希望能夠 一例一休就是週休二日 因為例假日就是休息 一例一休就是週休二日 所以只是換個名字 你們認為不要造成困擾 你說一例一休人家搞不清楚 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 就是週休二日的意思 你覺得改成週休二日 人家就搞得清楚 什麼意思嗎 週休二日比較清楚 就是說 原上我們希望一個人 就是在七天之內 有兩天可以休息 但是有一天 是畢例外的情況下 可以加班 院長我知道 這幾個問題 都勾在一起 困擾你們非常久 一個是週休二日 一個是國定假日 一個是七天假日 要不要刪掉 一個是要不要增加一些休假 這幾個事情 我想牽一法動全局 是的 請你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你思考的一個邏輯圖 放一下 我也建議一個三支劍 當然第一支劍 就是我非常堅持的週休二日 你不要再用一例一休 或二休 這兩個字在模糊 沒有人會被騙了 乾脆直接用二例 這個二例 你訂好以後 你才有本錢 再去跟他談後面的事情 你今天為什麼想 用增加特休的日子 去跟他換國定假日 因為你前面的一例一休 都還沒解決嘛 一例一休 結果 就是非常有可能 被雇主用變形的方式 讓勞工實際上就是 休不到兩天 然後呢 加班費 還變少 這個是 所有老團已經指出的問題 你不要忽視他們實際 的慘痛經驗 這是第一件 報告員 可不可以跟你說明兩點好不好 等一下我三件 講完以後 你看看我的邏輯 你們再給我一個指教 我認為 你惡例這個事情 沒有訂好以後 之前他不會理你 老團 那第二件 我必須要跟您講 就是 昨天 蔡英文總統有講到說 全國的這個 國定假日應該要起義 我覺得這個我 這個idea我很贊成 真的很贊成 但是 他還是有他的前提 第一個 我覺得週休惡例是一個 第二個 你現在要三人家的七天的國定假 你沒有實質的給人家七天 假期的回饋 是不可能談下去的 所以我的第二次見 在我已經提案 也已經即將進入委員會 就是在修改勞基法第38條 這裡你看 我也許講的跟蔡總統講的 有一些不一樣 你看一下我的做法 請跳到這個 我們實際的這張圖來 你看一下 這個是 綠色的部分 是現行勞工休假的天數 紅色的部分 是現行公務員休假的特休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是 本席這次修訂勞工特休假的版本 那基本上 我覺得 你不要讓勞工覺得這七天假取消 你不要 第一個千萬不要跟週休惡例這個扯在一起 那個是他們認為他們基本的人權 但是 你要讓他 你要讓他 在休假上面能夠充分得到支持 比如說 這個是我提的 也許有些跟蔡總統有點近 第一個 半年以上 就可以修七天 接下來 一年以上 到三年 是十四天 三年以上五年 是十七天 五年以上到十年 二十一天 後來 十年到十五年 二十八天 十五年以上 三十天 這講起來很琐碎 基本上是這樣子 第一個不一樣 就是 讓你做滿半年 你就有七天 第二個 前面一直到七年 到這個十年以前 我都比現行的體制加了七天 就是 大家在意的這個 國定假日七天假 我都把它加上去 到 從 第八年開始你看 基本上它就跟公務員的 這個休假是一致的 所以 幫你們解決這個 你不要再跟它 跟這個東西 他們需要的是 希望跟公務員 一樣的休假 但是你看這個 你會覺得說 不對啊 那前面這些藍的 不是冒出來了嗎 好像 那不是比公務員的還好嗎 是不是 你會不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會不會有 有吧 你看得懂我的圖嗎 藍色 是我的版本 它比 紅色 就是 公務員 在前面幾年還多 我覺得這個東西 到這個田地 你不要吝嗇給 一方面 的確是 像 總統講的 你對一些 初任職的人 或者是現在 任職變動比較大的人 他永遠沒有辦法 像公務員一樣 有這麼穩定的雇主 所以他的 休假累積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 你要讓 這個勞工呢 在前面的幾年 讓他 多休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 尤其是你要解決 你的國定七天假 這件事情 那我講這個 並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跟其他國家 做一個比較 你看一下韓國 他們 工作第一年 就有十五天的休假 是給的很寬 日本 他工作前半年 就有十天的休假 所以 這個政策是 大概一致 主要是針對 初次任職 或者是之前者 因為他如果 持續換工作的話 他一輩子都是在 辛苦的狀態下 所以這個是 這又由不得他 所以這個是 第二支劍 我認為當你 把週休惡例確認以後 再把這個 類似我這個版本 的七天假 從原來 你認為 多給他的 國定假日七天假 讓他用一個 制度性的特休假 進去以後 是有可能去跟他談 大家把法定的假日起義 不要有教師節 誰不 誰放假 誰不放假的問題 但是 說實在 我相信勞工團體 也不會滿意 因為 部長應該知道 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國定假日 跟特休假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特休假 可能修不到 可能沒辦法修 那就是要另外再說服他 至少你先把週休惡例 先確定 安撫他們的心 因為這個是長期被變相的 被剝奪的 這個先安定以後 你再把增加勞工七天特休 雖然 可能跟真正的國定假日 還是有一點差別 那這個部分 要你們去說服 我覺得 這樣子可以達到好幾個目的 勞團這邊可以定案 然後呢 真正達到全國的 這個 一致的放假 那第三次件我特別講 我整個講完 你再請簡單回覆 我主要是請你們 這個注意 當然這個對 資方會有很大的衝擊 我們預想 從過去呢 很多人會用各種方式去 侵害到勞工的工時 跟工資 所以一直有一個意見 就是說 當我一個旺季來的時候 我接了一筆大單子 我可能一下子 就有好幾千萬的生意 我才不怕給你罰個三十萬 對不對 他算一算是合的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就是希望說 當然有委員有不同的版本 有的以企業規模做裁罰基準 我覺得不見得公平 大企業可能是犯個小錯 小企業可能犯大錯 影響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以 事業單位權益受損的勞工人數 來乘以他的倍數 換句話說 我如果這一次違法 讓一千個人違法加班 侵害他們的工時 這個我就要有大概 一個激數的一千倍的法環 這個才能嚇阻大家大規模的違法 才會不是止療虎 負的那個法環 才不是一個贖罪金的概念 好 我這三支建 我都已經提了相關的法案 我現在請 部長或者是院長來做回應 我們先請郭部長說明 是 報告委員 我幾點跟你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這個院版的三十六條的修正案 它我們不是改變名稱 而是因為我們三十六條裡面修正的內容 就是每七天至少有兩天的休息 所以它本質上就是週休二日 我們只是用一例一休的方式 來執行這樣的一個週休二日的 這樣的修法而已 所以它本質上就是一個週休二日 那麼第二就是 我們不在於週休二日 我們現在要週休二日 你在週休二日 我回答第二個問題 週休二日 那麼週休二日在委員的提案裡面 你是希望能夠參照 現行的軍公教的限制 那麼這個其實軍公教限制 目前的惡例 它就是我們勞基法裡面的概念 是惡修的意思 不是惡例 因為你的惡例裡面 軍公教是可以加班的 那麼這個對於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個一天立假日一天休息日 這反而是一種對勞工的權益的保障 更不足 沒有 部長 即使是立假日 它也有比較極端的例外 我先用勞基法來講 勞基法現在目前的定義 立假日是不能夠上班 除了40條以外 天災事變之外 都不能夠去上班 這個就是勞工要的啊 沒有錯啊 但是你的定義是 這個就是勞工要的 但是你的定義是跟軍公教限制一樣 因為我看你的提案是這樣 所以概念上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你的就是 勞基法的惡例 而不是跟現在的 比照軍公教限制 這個是你的那個 提案的內容 所以我特別跟你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目前在 委員會裡面代審 在委員會裡面代審的是 軍公教限制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惡修的概念 兩天都可以沒有前提的來加班 這個對勞工的這個保障實在不夠 我現在代表勞工 我替他們發言 對 我知道 我這跟委員報告一下 你不必因為我對 之為末節細節沒有那麼 這是法制上的問題 你就拿我的理由 來打掉我的立法目的 第三個 第三個 特休的部分 因為昨天總統已經提示了 就是這個可以檢討 他也是責成這個黨團 必須提出附案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立法院 討論的時候 都會來討論特休的問題 那麼第四就是 按照人次 來作為裁法的標準 那麼目前 勞基法的80條之一 已經有這樣的機制存在了 就是可以按照違法的人數 或是次數 或是金額的大小 做一個裁量的基準 所以這個其實 在目前的新制裡面 已經有這樣的規定了 我這個是比較具體的 請你參照 好 部長請回 我這三支劍 就看你怎麼設 要不要設 要設多準 院長 我想問一下 現在體育界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體壇最近發生 這麼多的事 尤其是奧運的成績 這麼不理想 然後又惹出這麼多的風波 然後又有一些 單向協會的改革的問題 最嚴重的 我覺得其實最嚴重的是什麼 禁藥的疑運 這件事情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在念體育 這個是 跟國際的禁藥零容人士 背道而馳 你也看到俄羅斯 受到多大的一個制裁 這個是相當嚴重 很多體壇的朋友問我說 怎麼會發生 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你們立法委員在幹什麼 居然沒有人 為這件事情負責 所謂負責很簡單 就是下台 那他們講的有幾個 他說至少主管體育事務的人 或者是至少 誰在負責跟單向協會管理的 或者是管理競賽 這一次主要競賽組成隊伍的 對相關主管 都應該要處理 院長 你的意思 你認為在你的團隊裡面 誰應該負責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針對您剛剛所提到 這些運動員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日前 已經有一個改善方案 相信吳委員已經了解 那麼他已經提出方案來了 那麼當然我們希望他有去執行 如果他的執行是不利 或者說是有這個 我不是要問 我是問誰負責 不是問怎麼改善 那個我們委員會都問過了 因為很多人都點名體育署長 可是在座應該沒有體育署長 對不對 我現在今天要點出一個問題 是大家既然這麼重視體育 為什麼在這個總質詢的場合裡面 沒有一個人真正可以為體育來發聲 那個教育部潘部長就可以來說明 部長我跟你講 我發現 部長現在當然是體育署的上司 可是我覺得在體育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 部長除了就是頒獎 剪採 重大體育賽事亮相以外 幾乎沒有 沒有任何的 對體育政策的任何的一個發言 尤其這次奧運 我也沒有看到 部長有出來講過什麼話 好像這個是本來就體育署要負責 是不是這樣的態度 謝謝務委員 我跟務委員報告 我想從102年主改後 體育署當然就併成 教育部來附屬的三級機關 我想在整個都島上 教育部則無旁財 那我現在跟你們建議一下 因為我非常關心體育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體育政策的行程 非常非常的畸形 非常非常畸形 你看這個東西 現在體育署上面有教育部 現在又多了一個體發會 那體發會是一個很奇怪的機關 我們姑且先稱為黑機關 他是一個有權無責的人 體育署是有責無權的人 但是夾在教育部中間 這個最尷尬 又無權又無能 所謂無能不是說你很爛 而是你沒有能力去管這個事情 你們教育的事情真的是夠多了 院長我給你這樣看的意思說 這這麼多人 反而沒有一個人是全責相符的 這個是非常畸形的一個體育行政的架構 第一個體育發展委員會 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它不是一個黑機關 因為它只是一個任務編組型的委員會 任務編組能做什麼 它主要是把體育政策的一些策略 一些發展部分 我們做一個政策的釐清 那麼這個部分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會涉及到其他部會 那我們在這裡面去做調整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不是政務委員就可以做的事嗎 政務委員他是 他比如講說你講沒有說 但政務委員他不會有那麼找 這麼多外界人一起進來 我們現在有一些外界的人士 那麼他對這個體育也有很多想法 能夠透過這個 去再做一個政策的討論和交流 院長對體育關心的人很多 你現在問題我告訴你 問題就出在你這些外界的人士 我覺得原來只有教育部他不太管他 這算在他現在不太管他也就算了 雖然成績低了一點 體育署還敢做一些事情 但是加了體發會以後 體育署歸縮起來了 他變成體發會的幕僚單位 我講幾個例子 這就是真正 我等一下會舉出實際的例子給你 我們發現什麼呢 原來體育署發包給一些研究單位的研究案 本來體育署自己就可以處理了 現在變成沒有體發會的同意 他們不敢簽 因為體發會派人跑進去參與 主持甚至指點 他並不是那個專案的審查委員 他只是體發會外聘的委員 第二個 我們辦公室有很多案件 拜託體育署處理 我們在追蹤狀況的時候 他們居然跟我們說 忙到整天都在處理體發會的 一些會議相關的議題 都在做會議記錄整理 然後最離譜的是 因為本席是中華職辦的會長 我再講一次 中華職辦是由四間民間公司組成的聯盟 它並不是公家單位 它也不是體育署下面的單項協會 所以應該要給我們適度的尊重 但是我們發現體育署跟我們還好 體發會來了以後 三不五時就叫職棒提供這個提供那個 有時候上午才通知 下午你就要來開會 還居然敢用它自己的體發會的名義來發函 我覺得非常不可以私意 你要不然就體育署 要不然就教育部 要不然就政務委員 要不然就行政院 怎麼體育署一個諮詢單位 可以據民來發文邀請或者是要求人家來開會 這個很合體統 我指出幾個具體的事實給你看 這一張 這字都很小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這一張是在民國105年8月17號下午 本來是早上改下午 為什麼 因為他居然早上才告訴你 然後早上就叫你到 他自己知道不對 他是由余政縣董事長 當主席 開會的地點居然是在一個律師事務所的會議室 聯絡人居然是那個律師事務所的某一個律師 發函的title是行政院體發會租稅優惠小組第二次會議 怎麼可以這樣呢 而且我跟你講下面還有一個 我下面框了一個紅的 這很誇張 我覺得學法應該知道 他怎麼樣 他居然叫中信金控 如何購買兄弟相的相關過程 要來報告 這個是私人的事情 你叫私人之心跑到別人的律師事務所去報告 這個有沒有sense啊 太沒有sense了吧 好 謝謝吳委員指教 我是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會來查究 那麼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因為行政院體育發展委會不可能對外發文 也不可能用行政院 這個已經是第二次了 我不知道其他他下面可能還有什麼組 發了很多次 這個東西如果是政務委員的下面 政務委員應該還是要掛名 行政院體育發展委員會的 我想它是 這個部分它只是一個會議 不應該會有剛剛您講的這個 對外新聞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了解 這到底是他內部的會議還是說他一些對外新聞 好 我只是跟你講 他真的亂搞 他也可以接會議師啊 行政院會議師 你把人家叫到人家律師宿舍開會 而且你剛剛說講的那個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我跟院長報告 從七月多到九月多 真正開會只有兩次 你覺得這樣有認真協調嗎 好 那兩次就算了 我要你看中間那一張 中間那張特別奇怪 第一次開會是體育署發函 第二次開會是九月八號 是在體育署 可是你看我下面有圈了一個 出席者多了一個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與委員陣線 趙委員市場 我不知道他們去幹什麼 這個不是部會間的協調 也不是諮詢 這個是體育署本來的業務 而且我跟你講過分的是什麼 過分的是什麼 他們剛剛不是用體育 體發會的名義發嗎 我們覺得怪怪的 我們覺得怪怪我們不敢去 但是中信金礙於壓力 他還是去報告 好 我們提出這個議員以後 他現在居然用什麼方式 叫體育部體育署發函 當天就這麼巧 何卓菲署長臨時有事 你知道當天的主席是誰嗎 叫做體發會委員余政縣委員 我請問你一下 你把棒協 你把職棒聯盟 你把求員工會找去 結果是一個 你諮詢委員會的一個委員 用體育署的開會通知 來主持會議 這像話嗎 體育署沒有副署長嗎 沒有其他的人嗎 而且我跟院長報告 這個東西 照理說應該是所謂第二次的協調會 但是你看最另外一邊 到9月29號 9月29號 體育署才開了第二次的協調會議 而且這一次大概發現不對了 所以余政縣先生 趙世強先生 就沒有練習了 如果這個是一個正式的會議 為什麼這個不敢寫第幾次 而且我跟你講 怎麼樣都要不到會議結論 跟紀錄 這樣好不好 既然這個是體育署的開會通知嘛 我們請體育署 就您剛剛所提到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而且我們去了解 院長 院長 我們不好意思講 你的體育署已經被架空了 因為你搞了一個體發會 很多的委員就藉由體發會的名義 在運動界 體育界亂搞 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我們如果這種情況 我們一定不允許 那麼請委員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情形 我們請教育部來測查了解 好不好 不可以這樣子 當然 這個基本的一個 官制官規 然後我要講一下 我建議是這樣子 這些有興趣的人 應該參加正式的 你的架構裡面 你可以叫他做政務委員 你可以叫他做次長 這些人他們是 目前是 應該只是他體育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找到一些外聘委員是沒有錯 那個是外聘委員 但他們在委員會裡面考論 你是問他意見 然後付兩千塊出馬費 是這樣子的 對 沒錯 所以你剛剛講的部分 我們去了解體育署為什麼 如果是請他們幫忙 那體育署要有個說法 所以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我跟院長報告 我心目中真正 如果我知道蔡總統 似乎很重視體育 那體育我建議是這樣子 乾脆把體育署的位階升起來 我在教育部夠忙 真的怪你們很煩 體育部 要不然就回歸到原來的體委會 要不然它還是叫體育署 但是它可以像海巡署 或者是還有什麼署是這樣子 環保署 你可以是一級署 這個請院長考量 我知道你要講主改的問題 這邊主改專家在 部長 內政部長是主改專家 你還是能夠讓我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要通常組織改造 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再說 是不是一定要變成部 才表示重要 其實你不想像觀光也很重要 它也在交通部下頭 所以還是看主管是不是重視 我們很重視體育問題 我們也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觀光說實在 觀光我看過很多國家的 有的觀光是跟文化在一起 還有很多歐洲國家觀光文化體育 這三個是在一起 是啦 所以你們可以去考慮 但是我是覺得說體育的話 如果你還要弄這麼多婆婆媽媽的話 還是做不了事的 像我在以前那個 游錫坤先生當院長的時候 他非常重視觀光 所以即使觀光局 他的業務是非常重要的 經常在院裡面要做報告 那各部會也非常重視 所以我想只要行政院重視體育活動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位階高低不是一個問題 何況如果你要把升格 那曠日費時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來務實來解決這個問題 謝謝你告訴我 不過院長我剛剛跟你講 你現在在座的人都很重要 包括到立法院 背巡的各個第二層級的人都很重要 你不要讓 不需要來立法院背巡的人 透過各種這種黑機關 進來 把手伸進來 你來幫忙可以 拜託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情況 我們一定會來處理 我們一定會來了解 好不好 除了這個委員會 你要注意 你已經開始多了很多委員會 您剛才所講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了解 而且一定會跟你做個說明 院長我知道你事情很複雜 謝謝大家 這張之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接下來請許委員智傑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你們要去檢查一下 suffice 批刊 判定別人 除了這張槍 門 restore 請良休的這張 就應該清楚 您都會擺放 說劉放 院長請坐,請你喝一杯咖啡 喝咖啡聊是非,但是我覺得有時候我想跟院長聊一下大是大非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困擾我很久 而且在前朝政府的時候我也一直希望說能夠有所改變 但是我們看不到這個改變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怎麼樣有機會來改變台灣一些事情 首先我們看第一頁 這個是院長你自己說的話 就是說檢察官濫權無法究責 這制度上非常不好的狀態 檢察官如果起訴無罪 他沒有任何責任,這是不對的 他沒有任何責任,是否有羞恥 就是特別是軍事大逆 這個是壓力的,大家可以準備一開始 我們有核心的問題 何時我會不會有任何責任 但是這個問題 我一直覺得很久很久 台灣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們來看公務員 其實我知道院長跟部長也都會替公務員叫區 這個案子是南科檢證案 是那個謝青志 他之前為了這個案子 因為高鐵它的震動波影響到南科 所以他必須做個檢證的計劃 結果他做的計劃是要花80億 那別人做的計劃是花18億 因此當時就被收押起訴 所以收押59天 判刑15年 那經過了一番的折騰 經過了好幾年後 當然第一個 他被判無罪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其實南科本來晶圓廠都覺得說 你這個給我的環境不好 我可能全部都要退出 然後他能夠把這個檢證處理好 然後把晶圓廠留在南科 可以創造7000億的產值 我想這只是一個例子 所有的很多的公務員被起訴 然後或判無罪的 我想這個比例也蠻高的 這個院長跟部長都知道 院長你再坐 沒關係 你待會兒再做一次話說 我怕你騎太久 是不是我先打擾 擦一下誰 我想那個謝星之 我都了解他是沒有被判 他是無罪的 所以那個部分應該很可能是求刑15年 不是判刑15年 就是求刑15年 就是求刑15年 求刑15年 那這個案子我們屢見不鮮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這個檢察官起訴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案子 那另外一個呢 事實上就是採購法 我現在請教一下院長跟部長 等一下就說 如果你是電腦公司 你10年都做公部門的生意 跟你是電腦公司 你10年都做民間的生意 經過10年之後 你覺得哪一家 它的品質做得比較好 在常態下我想 像電腦這種東西 因為它日新月異 所以政府部門確實在過去的採購方面 會因為廠商的技術關係 被綁住 這進步會比較慢 這個是經常會發生的事情 OK 所以呢 據我的了解 就是說 因為幾乎所有公部門的公務員 現在越來越不敢擔責任 那很多人都說公務員沒有擔當 我跟院長一樣 我是替公務員叫驅 因為公務員很多不敢有擔當 因為我如果有擔當 就有可能不小心被起訴 我如果不小心被起訴呢 我可能 這10年都不知道日子怎麼過 那一方面 你就會打擊到我的鬥志 二方面 你會影響我周遭的人 他怎麼會這樣 我當然也不敢 怎麼會這樣做啊 所以 一來就是 對公務員的信心 檢察官爛訴 讓公務員不敢做事 我想這是全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採購法 採用的最低標 跟最有力標 現在的最低標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電腦公司的例子 就有可能說最低標 長久以來 就會讓很多廠商低價強標 那這個不只是電腦 甚至包括工程等等 所有的購案 那就會造成 我的採購品質不好 所以呢 到底這個檢察官 他的起訴應該用什麼角度 我們有沒有辦法防範 我們看後面 就是恐龍檢察官橫行 少數啦 我們不能說多數啦 到底比例有多少 我想法務部 我們應該來了解一下 就是說好的檢察官 我們當然還是要鼓勵 但是恐龍檢察官呢 橫行的時候 濫權追訴罪失靈 那我知道刑法125條裡面 有寫到一些 對於濫權起訴 或者是強暴脅迫 或者是隨便起訴等等 但是這個都 這個都沒有辦法去喝止啦 都沒有辦法明確 那我們再看內部呢 內部檢察官的考核 到底他有沒有辦法去考核 所以他的起訴跟定罪的比例 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可以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檢察官的考核 有沒有列入他的起訴定罪的比例 謝謝徐委員的這個關注 目前來講確實是有 也就是說檢察官他的這個整個考評 會根據他的這個所謂的辦案 的所謂的折服力跟定罪力呢 會做為他整個的考評的這個 這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起訴跟定罪率有比 有列入考核的要項 對考評的要項裡面 那是每年考核一次 基本上現在目前是這樣 我跟這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大概整體來看 全國的檢察官 起訴的這個定罪率呢 大概是96% 96上下 那當然是比日本差 但是呢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起訴定罪率 是96% 對 我們一年大概起訴的案件 大概20萬件左右 20萬件左右 那這裡面被判無罪的 大概只有大概3%上下 那日本的定罪率大概99點多 那我們的定罪率大概96% 起訴定罪率如果是96% 那很高耶 對 那表示我們檢察官都沒有亂來耶 不過大概還要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但是在所謂像這個貪毒啦 或者說像這種重大犯罪呢 公務員的重大犯罪 大概只有60幾% 對啊 那你要講清楚啊 所以我大概要說明一下 那但是我們比德國稍微好一點 那當然這麼多年來 確實有一些案件 確實備受爭議 所以我上任之後呢 也這個院長也在了交代 這個確實要有這個課程 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也在相關的機制 有在做一個 那我提到就是90幾%是一個數據 60幾%又是一個數據 那坦白講 我對60幾%這個數據 都覺得有所懷疑 所以請部長能夠想查 那他們的考核 我認為說檢察官應該是這樣子啦 就是起訴定罪比 一輩子跟著你 確實 現在你們的考核制度 不是一輩子做一個統計 那考核數據可能是一年會統計一次 那我今天十年前起訴的案子 我十年後才才看我這個比例 那你列入每年的考基 其實這個於事無補 所以我是這樣子強烈的建議 而且希望說我們的部長跟院長 從我們民進黨執政開始 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徹底 就是檢察官他的起訴跟定罪的比例呢 你要讓他一輩子跟著 而且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把它公開 讓人民或者是讓內部查得到 這個看公開到什麼程度 部長再研究一下 院長再研究一下 就是說起訴定罪如果比例很高 那當然就說這個檢察官OK啊 他很仔細啊 那起訴定罪如果比例很低 表示這個檢察官 有可能就是 反正拿起訴當作兒戲啊 隨便一個起訴就會傷害一個公務員 我想我們在座很多部長在這邊 如果檢察官他不會隨便起訴的話 我想部長在做擔當 在做責任的時候就比較敢扛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工程會 也提到說我們要把這個 最低標慢慢的改成最有力標啊 那坦白講工程會也許 主委敢做喔 但是呢你一到 縣市政府 一到鄉鎮市公所 這些公務員大部分 坦白講你要教他通常用最有力標 他真的是不敢做 所以針對這個 如果說啦 採購法的制度上 還有什麼需要修改的部分 以及檢察官起訴定罪筆 還有什麼可以公開 向全國人民 讓大家可以查詢 或者是法務部內部 所有的聲簽 一輩子都跟著他 你不是說我今天考核過了就算了 十年前起訴的案子 你十年後人家判無罪 你要不要負責任 所以 院長當然 我看到院長講那一句後 我覺得說 院長替公務員叫區 這個我是覺得相當的讚賞 但是呢 今天 我們自己執政黨 我們院長 自己已經當行政院長 只是教區 當然是不夠 所以呢 針對這一件事 我想 是不是請教 院長 跟部長 這個事情可以 給我們全民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做法 那日後 可以讓我們公務員 做事情有擔當 好的那個學委員 謝謝你的指教 我覺得您的想法 是非常好 那麼 是不是我們請法務部 來看看如何把這個部分 能夠放進來 確實 那院長呢 也在幾次的會議裡面 指示我們法務部 那目前法務部所做的是 由我們的聯政署 他建立了一個聯繫平台 這聯繫平台 是包括我們的這個工程會 還有各相關的這個機關 那這個平台是在就 這個採購的問題上面 可以做一個聯繫平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大概跟各位 那我們各地檢署 他有一個正風處 那他會跟各機關的正風人員 他們彼此之間 也有一個聯繫的窗口 那如果對於案件的想要了解 那基本上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那第三個 大概聯政署已經指示 所有各機關的正風人員 一定要親自去參與 所謂的各機關的這個採購 採購的過程 如果有什麼疑義 是要由他們來做這個解決 部長 我說的這件事 起訴定罪筆 一輩子跟著你 這個有沒有辦法 跟全國大聲疾呼 沒有問題 說法務部從今以後 從民進黨執政以後 這個部分我就是宣誓要改 這個其實我已經在做了 我們大概前一陣子 所有要升主任檢察官 我都要要求他 前面十年 時間有限 時間有限 現在我希望說 法務部跟院長可以宣誓 起訴定罪筆 一輩子跟著你 那也跟全國的公務員宣誓 你們可以好好的勇於承擔 認真做事 不用怕檢察官隨便起訴 這樣OK嗎 我希望我們的公務員 都能夠有應承擔 我也知道 那麼如果說是一旦被起訴 最後是冤枉的話 那麼對這公務員 是傷害也是一輩子的 所以讓這個檢察官 他的起訴定罪比例 要讓社會大眾能夠知道 這個事情也是應該要去做的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請邱部長定一個時間 下一次我還要問 這個要給我答案 好不好 我們在近期內就 好 謝謝 好 謝謝 也跟許智傑委員提醒 那個下次要送咖啡 除了這兩位之外 還有主席跟所有列席的官員 好 報告院會 本會期至9月13日開議 進行行政院院長施政報告總質詢至今天 排定政黨質詢的委員總計55人均與質詢完畢 謝謝林院長 林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列席備詢 我們做以下決定 下次會議進行 立法委員個人質詢 內政組織質詢 現在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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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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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